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香港的喜剧片的新疆史先生 影片一开场介绍说 没有出生的婴儿是没有灵魂 堕胎流产是一种罪孽 使很多幼小的灵魂因为肉身被破坏 而失去了投胎做人的机会 这些被人漠视的小精灵被称作灵鹰 灵鹰如果多次投胎还不能成人 就会对人类积聚怨气 从而变成不忘 鹰叔的两个宝贝徒弟 秋生和文才都是乐剧名领蓝贵方的可能性 两人为了去看蓝贵方的告别演讲会 特意给偶像做了一个花牌 可没想到他们的师父鹰叔也是蓝贵方的粉丝 鹰叔一看俩徒弟做的花牌比自己的还大 贪婪的欲望顿时就膨大 俗话说人老奸马老滑兔子老了应该拿 鹰叔死皮赖脸的把秋生刚做好的花牌给抢走巨龟旗友了 而且这还不算完 鹰叔说明天7月14烧眼宝 你们俩把元宝叠好之后才能去看戏 好好干师父看得见 为了能按时去看戏 秋生和文才把蝶元宝的活交给了牌位上的这些灵鹰 并许诺给灵鹰们一筐鸡蛋 两人看完戏回到家 发现灵鹰们果然把元宝给点好 可秋生这哥们向来喜欢上坟烧暴之糊润 答应的一筐鸡蛋居然赶上了三个安纯蛋 灵鹰们一看那能干 呼啦啦上去就把这二位给胖揍了一个 就在这个时候鹰叔即使赶到 鹰叔说揍得好揍得妙 揍得大家哈哈笑 我随意你们继续 千万别给我留面 等揍得差不多了 鹰叔站起来说 算你们俩走远了 碰上了一群善良的灵鹰 如果是那三个恶鹰 你们的气氛现在就上了清了 秋生说为什么呀 鹰叔说那三个恶鹰三番两次 被他们的娃威打掉脱不了台 因此变得是穷雄极恶 必须要修炼三年才能化解他们的戾气 如果让他们给跑掉了 那死的人就更多 你们明天把这些灵鹰 全都送到这姑那去供供 省得你们再下不弄 这姑是鹰叔的师妹 觊觎鹰叔的美色多年 可由于鹰叔对他始终是歼密青眼 搞得他一直无从下手 对于男人在外面招猫斗狗这种事 这姑向来都是灵鹰人 要说这姑祥阳抚摸驱鬼通灵的水平 一点都不比鹰叔差 对于那些色胆包天行为不端的男人 他是见一个收拾一个 为了能和鹰叔见上一面 这姑谎称自己已经病入高荒了 希望鹰叔能去看 这姑正在家里等鹰叔的时候 绿茶妹不轻自来想收养一个灵鹰 趁着屋里没人 浑身立起了恶鹰两眼一放电 马上就把绿茶妹给精神控了 鹰叔前来看望这姑 她翻开这姑的眼皮一看 就是一阵盖颤 本来这姑想诱惑鹰叔 可没想到把鹰叔给看吐了 这姑说孙子算你啊狠 我早晚会让你付出代价 鹰叔这一吐就是三天三夜 简直把肠子都毁清了 转过天 鹰叔的前女友阿莲的妹妹念英不亲自来 念英说她姐夫最近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 她姐姐想请鹰叔过去给看 阿莲的老公眼镜哥是个大帅 手下熊兵几十万全是百十万 眼镜哥正在家吃旋转寿司的时候 鹰叔带着俩徒弟来了 情敌见面两人的脸色都不是太好看 一帮人正吃日的时候 已经怀孕的阿莲带着绿茶妹走进了屋 鹰叔的眼里可不受沙子 他拿膀胱一扫 就看出绿茶妹绝非善累 鹰叔说那女人是干什么的 念英说是保姆 她来之前我姐姐经常肚子疼 可自打她来了之后就再也没有疼 随后眼镜哥带着鹰叔等人前往祠堂 这个绿茶妹之所以来眼镜哥家的猫 其实是想利用阿莲的肚子 让恶婴偷胎软世 在前往祠堂的途中 鹰叔说这个村子属于神仙泼水的割局 这种隔壁的村子人死了之后 绝对不能土葬 就算棺材接受到地气都会出事 一帮人进屋之后 果然发现棺材都悬在半骨 鹰叔说内涵 请问是哪位大使摆个局啊 眼镜哥说是鼎鼎大名的红金堡大使啊 鹰叔正在屋里瞎悬梦的时候 突然看到眼镜哥老爸的棺材都在不对劲 鹰叔说你老爸肯定变僵尸了 眼镜哥说我的病跟我老爸有啥关系啊 鹰叔说你中了你老爸的尸毒了 天黑之后我们把你老爸引出来 僵尸会陷害亲人 所以你老爸会追着你咬 到时候我们齐心合力把他牙给拔出来 磨成粉给你喝 以毒攻毒你的病就好了 到了晚上眼镜哥的老爸从棺材里窜了出来 变成僵尸的老爷子此时已经六亲不认了 上去就掐住了眼镜哥的脖子 眼镜哥一看自己的老爸如此的绝情 顿时是黄瓜吃冰棍 一般就算上有良气 由于眼镜哥的老爸张牙舞爪挣扎的太厉害 磨下来的牙粉却都浪费 鹰叔说你老爸已经没用了 让我来要了他的狗命 鹰叔说完 不顾眼镜哥的苦苦爱求 七里咔嚓就把眼镜哥老爸给杀了 杀死一个已经死去的人物 估计这事也只有鹰叔能干得出来 老爸被杀 自己的病还没治好 眼镜哥这气就不打击出来 当场下令要把鹰叔和俩兔弟拉出去闭 鹰叔说广西那边有僵尸出没 我保证三天之内 我们一定把牙粉带回来治好你的病 眼镜哥说让你俩兔弟去 你留下来当人治 三天之内他们一会儿不回来 我就当着你前女友的面把你拉出去闭 鹰叔回屋之后 阿莲让念英给鹰叔端费一盘马蹄 鹰叔则送给了阿莲一盒老婆别 吃着马蹄 鹰叔禁不住想起了和阿莲在一起的人 原来这二位以前都是练剑 两人一静一动配合的是天一无风 鹰叔正回忆的津津有味的时候 阿莲痛苦的声音声从隔壁传了过来 鹰叔偷偷摸过去一看 发现绿茶妹正在给阿莲喂药 再一看桌子下边的恶鹰 鹰叔基本上明白怎么回事 他急忙给这股写了一封信 委托念英给送了过去 秋生和文才来到广西的腾腾镇 发现这里是尸横遍野 被僵尸祸后的基本上已经看不见活物 到了晚上 僵尸们一个个从棺材里蹦了出来 秋生和文才化妆成僵尸 跟着其他的僵尸来到一破宅子 发现他们的同行黄道士被僵尸们给活捉了 眼瞅着黄道士被咬死 把秋生和文才全都瞎尿 这个时候旁边一僵尸 闻到了他们俩身上的人物 这哥们急忙向老大做了汇报 僵尸老大一看 这个二位的牙比自己的还上档子 顿时就感觉有点滋味 由于文才的假牙比较性感 当时就把僵尸们给迷惑住 文才趁着接吻的机会 把僵尸妹的牙给掰掉 对于这种骗财骗策的渣男 僵尸妹当然不会放 他呼哨一声 几十个备胎呼啦一下 就把文才和求成围上 经过一场鸡飞狗跳的混战 两人虚晃一招仨子撩了 念英和这乌在前往大帅府的时候 遭遇了两拨鬼 一拨迎亲一拨出殡 红白是赶到一块的 要说这乌是真有两下 口中念念有词 什么太上老君红星十三美 猛的一发空就把这帮鬼给击退 眼镜哥喝了僵尸妹的牙粉之后 并马上就好 随后英叔去镇上的便秘旅舍 跟这乌见证 而秋生和文才 则把真相告诉了念念 绿茶妹一看这三位 在屋里鬼鬼祟祟的 就意识到肯定没别什么好皮 为了不影响魔鹰的出声 他猛的一发空 这三位马上就东西咱们被封不清了 英叔来到便秘旅舍 为了请这乌帮忙 英叔只好以身相去 这乌说师兄不要担心 我会对你负责 为了让魔鹰顺利降生 绿茶妹利用美色 把眼镜哥引到了河边 英叔和这乌来到大帅府 利用武师的手段 把恶鹰给骗了出来 眼瞅着恶鹰要被活捉 绿茶妹即使敢闹 恶鹰本想回到阿莲的肚子里 没想要在门口 被秋生和文才给拦弄 恶鹰猛的一放电 这三位当时就轰过去 英叔和这乌双剑合笔 可怕绿茶妹走得不清 绿茶妹一看打过这二位 于是一个劈把自己给甭碎 英叔和这乌带着徒弟们 刚闯进卧室 突然发现阿莲已经被恶鹰给控制 这乌上去就想跟阿莲拼命 被英叔也拦住了 英叔说咱弄点八豆给阿莲喝 到时候跑度拉西 那个恶鹰就彻底懵逼了 几个人正聊着呢 广西腾腾 这那帮僵尸不愿望里杀到 接下来这屋里又全乱了套 这帮远道而来的僵尸 虽然是客场作战 但丝毫也不出软 发誓要替他们的女神僵尸 没逃功呢 要说这恶鹰是真不好对付 英叔等人费着九牛二骨之力 才把恶鹰从阿莲体内赶出去 影片的最后 阿莲顺利的生下了一个男孩 阿莲说咱就给孩子群要爱鹰吧 这姑和眼镜哥一听当时就疯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堂尸压经 红绳糯米桃木剑 僵尸一看就跟他 不知死活瞎回来 英叔请你吃个饭